你好,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他例內 他例內最近很紅 因為他是全香港第一位在日本拍AV 打真軍的AV 今天我不是想跟大家說一下道德 因為道德其實是會變的 百多年前不是一夫一妻 那時候是萬分瓦架 也在說一夫多妻 只不過是上一個世紀 應該是五六十年代才廢除一夫多妻制 不跟大清律例 變成一夫一妻制 這些我不說 我看到他的訪問 其實他說他拍AV都不是自己去叫 就立刻可以做到 他也是很迂迴 先投過稿 寫過一些信去日本 也不理他 他是通過台灣有些人才可以找到他 那想說的就是 其實職業場都是一樣 職業場都是一樣 有很多事情 你去想做 其實你自然就要去想門路去做 那這個女孩其實 是有那個決心去做這件事 不要理會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那個事實就是告訴你 如果你是想要去做的時候 你一定是找到門路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讀什麼書是不重要的 看看你有沒有決心去做那一行 或你是想做投行經理的 千方百計 就算你不是讀金融 你也會找到門路去做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說有一些女性 好像以前周秀南 通過一些手段 令人有知名度之後 就會做另一件事 你會看回之前我拍過一套 叫做AV帝王消瘦術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女孩 你說去拍AV 其實根本他自己是想的 就是等於以前的葉玉興 李麗珍 葉子薇那些 其實他們本身都是想尋求一個突破 或者是有一些原因是他要想做的 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做Sales的時候 是聆聽他們的人是想什麼 然後就順著去 讓他自己說出答案出來 那就是說這個女孩 其實根本是自己想拍AV 不是需要別人去push他 那其實可能有其他 買保險也是 走去買一些基金也是 根本其實他本身是有一個需要 那在銷售的時候 有沒有聆聽到他的要求呢 如果聆聽到他的要求的時候 那你順著一把去做 那就應該會是水到渠成 今天想說的 綺麗內就到這裏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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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